欢迎来到视角解说 今天我要用第一人生给大家解说一部 用高科技复活死人的恐怖电影 起始回生 人们都说人死不能复生 但也有一句话叫科技改变命运 而我就是这样一个高科技人才 我和我的男友小明还有一群死胆 最近在研究一种血亲 如果成功的话 血亲就可以刺激大脑 让死去的动物甚至人类各个器官恢复运作 从而达到死而复生的目的 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做了三年了 每次只差一点点 小明说只要成功了 我们就有钱结婚了 这天刚刚死去的旺材又被我们绑在了实验室上 调失了各个数据以后 我们开始运行机器给旺材注入血亲 大家都紧张地看着旺材 而就在这时旺材动了 死去的旺材就这样活了过来 不但如此 就连白内战也自动治愈了 实验终于是成功了 我们交杯庆祝 我和小明还专门营养了旺材 大家也是瞒着分析旺材的各项体制数据 但是慢慢的 旺材有时候变得不对劲 又会突然的吃牙捏嘴的乱叫 我们把他关进了笼子里 没过多久 他却莫名其妙地逃了出来 正好这时我们的公司又出现了意外 原来的公司被更大的机构收购了 我们的实验室和数据也被迫转让 刚刚成功一点点的我们心里很不甘 为了完成最后一项数据的统计 我们又偷偷地回到了实验室 用旺材按好做起了实验 但是这次实验却出现了意外 我因为没有取下戒指 导致触电生亡了 小明看着死去的我非常的伤心 因为爱我心切 小明就利用雪青直接对我进行了复活 经过雪青注射进了我的大脑 安静的夜色下我复活了 我和小美互相拥抱 眼上浮现了幸福的笑容 然而复活的我却发现 自己似乎拥有了一些超能力 比如说我能听到别人心里所想 甚至可以用一脸控制物体移动 到了最后 我发现自己会时不时地露出诡异的笑容 似乎有一种邪恶的力量 在我体内呼之力出 我找到了小明说明了这一切 但是小明为了安抚我的情绪 最终给我注射了安静记 在睡眸中 我看见一个小女孩站在小扇子里 还有一层大火 冲消着这一切 慢慢地 我漂浮了起来 转眼间 我又消失不见 而这个时候 我体内的黑暗力量夺取了我的身体 就连我的双眼也黑化了 倒霉的小黑被我推进了柜子里 第一个被我深深地用一脸挤压二十 当大家找到我的时候 我就坐在沙发上 黑暗的力量 让中围的物体和电邮都发生了改变 我又单产 用电子烟杀害了一名同事 灯光忽散忽散的 我就像顺影一样 让小明和小美心惊胆战 小美也是我一个同事 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小美和小明两个人 看到我的恐怖以后 三年用药物杀死 小明带着注射器 然后用她的爱唤醒了我 但是就在我们寒情默默的时候 我却读到了小明 用药物杀死我的想法 分路的我再次黑化了 这次小明就这样被我一发展 抬死 小美作为最后的幸存者 不得不和我进行最后的对抗 我们同时进入了那个梦境 小女孩还有大火 原来这个小女孩就是小时候的我 小时候我不小心点了火 把邻居都烧死了 这也就是我黑暗的来源 知道这些的小美 趁我感情混乱的一瞬间 把药物注射进了我的体内 救援人员给冲了进来 小美和救援人员拥抱在了一起 那 这部电影我来做一下最后的影片 总的来说一点都不好看 很多剧情实在是没有逻辑 莫名其妙死而复生就杀人死什么鬼 要我说的话 这部电影倒是有点像低配写业版的超体 不过话说 要是这设定成立的话 干脆女主杀死的人再用高科技复活好了 然后来一场大杀特杀 岂不是更吃惊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下次我换个身份 再和大家见面